接着由新科现议员金淑敏针对交通道路产业文化 灌溉的农生三个面向来做质询 尤其南区0918地震造成的道路交通的修建 希望后续能够持续的来追踪该有的进度 接着由新科现议员金淑敏针对交通道路产业文化农贯民生等三个面向进行质询 我是大南区 主要是0918以后震灾的一些建设修建 其实70%已经完成了 还有34%还没有完成的 我希望我们在这次的定期会里面 所有的提案 所以我们大南区的这个地方 0918的案子是不是能够全部通过 第二个就是我们议理将近三言有签人 那我希望说我们这里能不能做一个聚会所 让我们的文化传承都在这里能够有一个交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希望我们组一厢能够全面性的使用省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减益自来水 如果有天然灾害 往往或是下一个大雨 我们的水质就已经变质了 然后一些水管都又断了 然后往往都挹注很多的经费 所以我们乡亲希望我们组一厢呢 是不是能用省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